第761章不要回头看,光芒闪烁,唐三和美公子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黑龙城外洞窟内的中转传送阵之中。唐三没有直接带着美公子继续传送,返回黄金山谷。 因为在这一刻,他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在他杜结以及美公子数值的过程中,他可谓算无一策,所有情况都在掌控之中,甚至没有动用所有的底牌,就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杜结,也达成了最终的目的。 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杜结之后会深度冥想那么久,从而让天狐大妖皇有机会出手对付人类聚居地。 不知道多少生灵与灭在天狐大妖皇的突袭之下,这就是妖怪族对待人类的态度,不能掌控就将其毁灭。 现在的他甚至有些恐惧,因为不敢面对,他不知道回去之后,会发现有多少伙伴死在了这场灾难之中。 老师、武兵记、独白顾礼、程自诚,以及救赎学院的其他人,还有那些聚集在人类聚居地的普通人。 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死在了天狐大妖皇手下。 美公子站在唐三身边,同样是眼神呆滞。 处职成功了,他已经成为正式的家里城城主,唐三也完成了杜结,得更强大,面对皇者都能抗衡二。 可是,人类聚居地没了,这一切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自己太急于建立人类聚居地,源于自己数值成功让妖怪族众位皇者认为自己更应该转换成妖怪族,和人类划清界线。 哪怕是自己的外公一百虎大妖皇,都支持了天狐大妖皇的行动。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如果他没有继承孔雀妖族组长和家里城城主之位,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类来投靠他。 他们是带着多少希望而来的啊? 最终的结果却是,如果他们没来,至少还能活着,可现在的他们已经。 两人相对无言,重逢的喜悦早已荡然无存,空气仿佛都变得压抑了。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美公子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汹涌而出。 唐三赶忙将他拉入自己怀中,不怪你,是我,是我考虑不周,是我对那些皇者判断错误。 我不该认为那么强大的他们不屑于对普通人下手,我低估了他们的狠辣,也低估了他们对我们人类的提防。 美公子扑在唐三怀中放声痛哭,一时间,情绪有些崩溃。 唐三一边安慰美公子,一边在心底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祖庭,好一个祖庭,在天狐大妖皇,或者说是妖怪族的每一位皇者眼中,人类就是随时可以被杀,死得如蝼蚁。 今日他们制造这样的惨剧,他日,他必然要他们好看。 自己终究还是手下留情了,当日就应该将天狐族的所有幸运莲子全部毁灭。 自己手下留情换来的却是天狐大妖皇变本加厉得很辣。 好伴想,美公子的哭声才逐渐收歇。 唐三,我,我们该怎么办啊? 美公子轻声问道,他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唐三抓着他的肩膀,此时的他,已经从之前的暴怒中冷静了下来。 唐三,听我说,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因为再怎么自责和后悔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只能面对。 无论是痛苦还是逃避,都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回头看。 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好还活着的族人,帮助他们强大起来,让他们真正拥有和妖怪族、金怪族对抗的能力。 还有就是,为死难的族人,复仇。 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唐三眼中寒光闭露。 听了他的话,美公子缓过来一些,轻轻地点了点头,却依旧默默垂泪。 唐三深吸一口气,道,我们得先分开一下。 我本应该一直守护在你身边的,但现在,我要先回去,无论聚居地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我都要先回去看一看,去面对已经发生的情况。 至少有我在那边,不会再有人伤害他们。 那我呢? 美公子有些茫然地问道,唐三叹吸一声,道,我待会儿送你回去,回白虎大腰黄那边。 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是为了维护你。 我的能力在他面前暴露了,你要稳住他,不能让他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实力。 只有真正成长起来,我们才有与祖庭对抗的可能。 而且,你好不容易才完成数值,获得成主的身份,未来无论我们是要报复妖怪族还是帮助人类,都需要你这个身份。 做好这个成主,才是你为死难的人类做的最勇敢的事情。 你能明白吗? 美公子泪眼蒙蒙地看着他,道,我,我也想和你回去。 我,唐三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将他搂紧。 我知道,我都知道的,我明白你的心,但这个时候,你必须继续在祖庭,完成百日研修。 之后我再来接你回去,如果你现在就这么走了,一旦白虎大腰黄那边不稳,那么,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族人,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我们更怕看到妖精大陆全面展开对我们人类的屠杀。 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个导火索。 嗯,嗯,美公子泪眼蒙蒙地点头。 唐三深吸一口气,道,你能为我们的同胞做的,就是努力修炼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只有未来我们都成为皇者,才能真正意义上守护他们。 明白吗?嗯,美公子再次点点头,唐三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长发,只有抱着他。 他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我送你回去,你要调整好心态,白虎大腰黄那边,你要先稳住他才好。 荧光缭绕,卷起两人,重新发动传送。 唐三有时空之塔,进行这种远距离传送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光芒再度亮起时,他们已经回到了白虎大酒店之中。 是的,没有直接回到白虎宫,那边是白虎圣山,如果直接传送进去,动静太大。 而且,也需要通过白虎大酒店这个传送阵,才能展开这么远的传送。 回到熟悉的房间之中,唐三拉着美公子到卫生间,让他洗了洗脸。 净水浮面,美公子渐渐冷静下来,虽然依旧脸色苍白,但他平静了许多。 你怎么样,刚刚有没有受伤,美公子轻声问道,唐三拨摇头,道,我现在的自愈能力很强,而且伤势不重,很快就好了。 凭借着无漏金身,根本不需要动用不死火凤族的涅槃重生,他刚才被白大腰黄震伤的地方就已经快速恢复了。 这也是唐三面对黄者都敢一战的底气。 第762张仇总要报的,美公子拉着唐三的手,低声道,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的。 回去之后,你不要太过激动,唐三缓缓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 放心吧,我会的。 美公子轻声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能人所不能。 至少,我们都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强者。 我们努力,等我们成为黄者的时候,一定能真正庇护我们的族人。 嗯,庄隐好点,两人虽然都在相互劝慰,但还是能感受到对方深切的悲伤和那难以遏制的愤怒。 来了,唐三突然低声说道,美公子郊躯危震,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他有些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外公。 光芒闪烁,凛冽的气息席卷而至,白虎大腰黄犹如狂风一般出现, 目光瞬间就锁定在了唐三身上。 唐三也低着头,搂着美公子,白虎大腰黄没有吭声,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们。 足足伴赏之后,他才冷冷地道,想通了。 既然他们回来了,那肯定是不愿意放弃祖庭的一切。 唐三缓缓抬起头,目光已经变得平和。 年下,我想问一个问题,既然祖庭认为人类很渺小,又为何非要限制人类呢? 为何不能将人类看作妖怪族的一分子,就是种妖怪呢? 就因为人类天生弱小吗? 白虎大腰黄淡淡地道,这个问题我用天狐的话回答你。 天狐说过,人类虽然弱小,但有着远超其他种群的智慧。 一个种群,本身的天赋固然重要,头脑却更重要。 拥有足够的材质,才能找到机会。 就像人类明明没有天赋,却能获得妖神变。 人类的繁衍速度更是超越了绝大多数妖怪族,更不用说金怪族。 这样一个种群,如果不加以限制,那么,未来很可能给祖庭带来巨大的威胁。 你们的出现,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 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超级血脉拥有者。 现在我最应该做的,就是将你直接灭杀,以绝后患。 天狐灭杀你们人类,这份仇恨,我相信你不会忘却。 用你们人类的话来说,这叫人之常情。 还有一种说法,说你们人类是生灵中的精灵,有着其他种群不具备的沟通天地的能力,受到天地眷顾。 只是在法兰星上,气韵被天狐族聚集,不夺了你们人类提升的可能,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这话是小美帝外婆对我说的,直到她去世,她都认为自己是人类,并没有因为身上有妖怪族的血脉而认为自己就是妖怪。 这也是你们人类非常奇特的地方,似乎,你们并不因为人类本身的弱小就放弃自己的人类身份,反而更认同人类的身份。 这也是我很不明白,唐三看着白虎大妖皇,道,您的妻子说的没错,在我看来,人类是万物之灵。 没错,在这个位面,人类没有任何强大的天赋,但是,人类有接受任何天赋的能力。 我知道偌大的法兰星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因为任何一个位面,都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祖庭会要求小美彻底成为妖族,才能成为皇者。 白虎大妖皇审生道,既然你都明白,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唐三摇摇头,道,现在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不代表未来不能做,有一点我可以告诉您,我之所以能够成就超级血脉,并且最终被法兰星这个位面认可,是因为我向位面承诺了, 如果未来我拥有超过皇者层次的实力,不会干扰法兰星的平衡,甚至要帮助这个位面维持平衡。 白虎大妖皇道,你是在告诉我,你以后不会针对妖精两足。 唐三再次摇头,道,不,只是不影响星球的平衡。 就像您说的,既然有了仇恨,总是要报的。 白虎大妖皇道,你真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超级血脉的潜能,难道还任由你成长下去? 这里是祖庭,你插翅南非,唐三还是摇头,不,您又错了。 首先,这里虽然是祖庭,但是,如果我执意要走的话,没有任何存在能阻拦我。 其次,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小美。 他没事,我的心境就还能保持稳定,您为了他也不会轻易对我动手,否则,您不会等到现在,之前您就可以阻拦我们离去。 白虎大妖皇冷冷地道,你可知道,我现在是真的想要对你动手。 唐三道,如果我不惜一切,那么,后果是你们承担不起的。 既然我能摧毁天狐族的一部分气韵,就能摧毁整个祖庭的气韵。 不知道您信不信,白虎大妖皇双眼微眯,陈生问道,在这种时候,你还敢威胁我。 唐三道,不是威胁,我只是在讲述一个事实。 我之所以没有摧毁天狐族全部的气韵,是因为我不想整个妖精大陆生灵涂炭。 否则的话,这次的结局会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我不否认,这也是因为我们人类绝大多数都生存在大陆各处。 眼下,如果我真的带着小美就这么离开了,那么,未来我们之间将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所以,我带着小美回来了,她还是会成为家里城之主,而我,未来还是会辅佐她。 她不会是妖怪族,她永远都是人类。 我也是,听着唐三强硬的话,白虎大妖皇眼中杀鸡毕露。 那我现在留下你们,岂不是为祖庭和妖精两族留下了仇敌。 唐三灿然一笑,道,是的,就是这样。 而且,我需要您的支持,未来,您是要站在我们这边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对人类聚居地动手的时候, 天狐大妖皇应该是让您出手的吧,但最终出手的还是她。 这不是因为您不忍心,是因为您不想因此被小美记恨,被苏秦阿姨记恨。 您对亲情的重视,才是我带小美回来的根本原因,否则的话,我根本不会带她回来。 所以,我也断定,您不会杀她,毕竟,她是您嫡亲的外孙女,实际上也是您唯一的血脉传承。 白虎大妖皇眼中的森冷之意更剩几分。 你可知道,我更想杀你了,无论是你还是汪清那个家伙,你们这种人都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唐三道,您听我说完,既然您已经发现了我的超级血脉,那么,就相当于知道了我们最重要的秘密,所以,您必须站在我们这边。 我想问您一句,当年,您这变异血脉是从何而来? 您刚刚扮生的那段时间,您的族人,也就是虎妖族,对您如何? 白虎大妖皇没想到唐三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她不禁脸色一变,双眼微眯,脑海中闪过一些画面。 第763章 水晶宫奶奶,唐三道,我认识施虎族的族人,和他们也有着很好的关系。 他们一直都不被施妖族和虎妖族认可,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混血。 您是变异而来的存在,在您刚出生的时候,恐怕也被视为一类疤,在您展现出卓绝的天赋之前,您的日子好过吗? 所以,您真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您有族人吗? 您没有,我也相信,虎妖族一定用过很多办法,也给您找过很多配偶。 可是,我们却都知道,您没有后代,所以,白虎只有您一位,而没有白虎族。 您之所以如此真是小美,真是苏秦阿姨。 是因为他们才是您唯一的后代,有着您的血脉传承。 而事实上,也只有他们才是您的亲人。 那么,如果我告诉您,未来我将会带着他们离开这个卫面,前往一个更高层次的卫面,在那里能够不死不灭,并且可以带着您一起前往。 您愿意去吗?白虎大妖黄听着他的话,不禁愣了愣,你在说什么胡话? 哪有什么不死不灭? 另一个层次的卫面只是畅想,法兰星存在了无数年,也出现过无数强者,可谁又能触摸到更高的层次了? 你以为您有了超级血脉就可以吗? 想要突破卫面的限制谈何容易? 唐三摇摇头,道,事实胜于雄辩,我用事实来向您证明我说的是有可能实现的。 一边说着,唐三身后光影浮现,之前和白虎大妖黄战斗时曾经出现的光轮再次浮现而出,混沌蓝银黄坐镇中央,周围八大烙印环绕。 与此同时,八大烙印之种,一点金芒亮起,化为一道身影出现在唐三面前,晶莹剔透的长发,半透明的身躯,仿佛整个人都是由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 哪怕是美公子,也是第一次见到金芸,这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女,极其美丽,更是充满着一种通明般的气息。 这是,白虎大妖黄下意识地就警惕起来,目光灼灼地看着金芸。 金芸扭头看了唐三一眼,其实,你没必要为了人类如此,你本身也不能完全算是人类吧。 唐三道,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人类。正是因为我是人类,我才能走到当初的那一步。 金芸轻叹一声,道,好吧,反正我也上了你的船了。怎么都要帮你呢?白虎,不认识你水晶公奶奶了吗? 白虎大妖黄瞳孔瞬间收缩,以她那么强大的实力,在听到水晶公奶奶这几个字的时候,竟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连身后的茶几都撞翻了。 金芸醋眉道,还是那么莽撞,当年揍了你一个月,就是为了改你这个毛病。 但都现在了,你还是一样,你,你是,你真的是,白虎大妖黄眼神中虽然充满了不敢置信,但在她心中,此时此刻却已经是信了。 因为,水晶公奶奶这个称号,只有曾经单独见面的时候,她才会这么称呼。 在她心中,这位的地位更是无比的崇高啊。 不然呢,你姑奶奶我难道那么容易死吗?我只是放弃了原本的身躯罢了,跟随着唐三重生一把。 她说的话,你信就是了,你也是个截然一身的,跟我一样,你年纪虽然还不大,但你也看到我的结局了。 早晚都有兽缘的问题,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白虎大妖黄此时眼中已经满满的都是震撼,她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至少是她自己认为自己明白了。 唐三的超级血脉,那恐怖的天结,原来是唐三和水晶大妖黄一起带来的啊。 这在她心中就更容易接受了,是啊。 只有水晶大妖黄这样的存在,才能带来如此恐怖的变化。 为此,自己这位水晶公奶奶竟然没有真死,而是重生了,而且看起来还融入了唐三的身体。 难怪这小子之前竟然能够勉强抗衡住自己的攻击,他可是才刚刚完成镀截啊。 一时之间,白虎大妖黄的心都有些乱了。 唐三轻叹一声,本来不想这么早告诉你的。 但因为这次事出突然,我无法控制情绪,白虎勉下,你是小美帝外公,所以我才愿意和盘托出。 你也不用急于给我答复,小美会继续留在你这边。 我会回家里承那边善后,之后会回来接她,这段时间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如果只是唐三空口白话的说,白虎大妖黄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他什么另一个未灭,什么不死不灭这些话的。 可是,水晶大妖黄一出,那就都不一样了。 这位在所有黄者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极高的。 几乎所有黄者,尤其是天与帝国的大妖黄们,都从他这里获得过好处。 白虎大妖黄当年刚刚成黄的时候,是以杀气成黄的,所以,经常会出现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情况。 是水晶大妖黄连续揍了他一个月的时间,才帮他稳定住自身杀气,让杀气变得可控,才有了后来通天彻底白虎大妖黄的存在。 所以,对于水晶大妖黄,他内心是极其感激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天狐大妖黄说出,你来劫难的始作俑者是水晶大妖黄时,在场所有黄者竟是没有一位说出针对他的话。 就是因为这位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津津看着他,没好气得到,还犹豫什么? 你以为这车是这么好上的吗? 你都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算是上车了的。 唐三比你想象中更强,他是我所见过的,认知的,感受过的,最有未来的存在。 至于他的未来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以后你会看到的。 还有就是,就算你不愿意,也不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上。 我现在能够肯定的是,如果他不惜代价的想杀你,你会死。 别看他只是妖王级别,但他能做得到。 好了,就这样,我回去睡觉了。 说完,他化为一道金芒,重新融入到唐三背后的光纹之中。 当着白虎大妖皇和美公子,他总算是没有叫出爸爸来,不然的话,必定会更加颠覆这位的认知了。 白虎大妖皇看着唐三的眼神完全发生了变化,水晶大妖皇刚才的这番话,似乎这次他们的肚结突破,以及现在的状况,竟然是这个人类主导的,而并不是水晶大妖皇主导的。 水晶大妖皇没有明说,但话语中对于唐三的那份推崇白虎大妖皇却是听得出来的。 一时之间,他的心有些乱了,但身上针对唐三的杀气却是已经完全收敛了。 唐三向身边的美公子道,小美,那你就先留在这边,如果遇到危险,就联系我,我会第一时间过来。 嗯,美公子点点头,握紧他的手,道,要是,要是真发生了什么,您也别太伤心了。 他自然是知道唐三和那些伙伴们之间的感情,现在还不知道人类聚居地那边,究竟死了多少人,都谁死了。 如果真的有他的好友或者是师长死去,唐三的情绪肯定会更受影响。 第七百六十四张仇深四海,唐三瞳孔微微收缩,强烈的憎恨在眼底一闪而过。 无论死的是谁,无论死了多少人,这笔学海深仇他记下了。 未来,他必定要让妖、金两族,尤其是天狐族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白虎大妖皇突然开口说道,死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我提前通知过小美帝母亲,让他尽快遣散去居地的人类。 我告诉他,这是为了让你能够通过数值。 讲必他还是能做到的,但那天我随天狐过去之后,还是感应到那边有人类,至于数量不清楚。 此言一出,唐三的双眸顿时一亮,对白虎大妖皇的印象好了不少。 美公子大喜过望,如果妈妈真的遣散了大多数人,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外公,白虎大妖皇冷冷地道,我本身就不认同天狐的观点, 我从来没觉得人类是威胁。 而且,虎妖族无法诞生我的后代,人类却为我诞下了后代,我是因此才对人类有好感的。 唐三脸上难得露出一丝微笑,您这么做也是为了小美,怕他难做吧。 白虎大妖皇美好气地道,随你们怎么想吧。 你要回去就赶快回去吧,自己去看一下。 唐三深吸一口气,向白虎大妖皇点了点头,道,缅下,之前冒犯您,抱歉了。 我先走一步,小美就交给您了。 听了白虎大妖皇刚刚的解释,唐三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告别了美公子,他立刻进入传送阵之中,引动时空之塔,传送而去。 看着唐三消失的地方,白虎大妖皇呼出一口浊气,再看向美公子,道,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认识的这个怪胎。 是的,他现在只能用怪胎来形容唐三,没想到连水晶大妖皇都要以唐三为主导进行合作。 那可是水晶大妖皇,他的水晶姑奶奶啊。 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听到白虎大妖皇的疑问,美公子正了正,他脑海之中突然浮现出了第一次见到唐三时的样子。 那时候的他还瘦瘦小小的,是个小孩子,跑来奶茶店买奶茶,然后就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他对唐三当时的眼神记得非常清楚,现在想想,那时候,他那么小,眼神却如此复杂,仿佛饱含着无数情感。 他转世重生,就是为了来找自己,与重生的自己在续前缘,真是情比天高。 老海中,获得天机灵认可以及渡结成功时出现的画面碎片,似乎又清晰了几分。 美公子内心之中对唐三的情感也更加强烈了。 黄金山谷,随着光芒的闪烁,唐三出现在黄金山谷的洞穴之中。 浓郁的生命气息扑面而来,黄金树散发的生命能量越来越强了,那浓郁无比的生命气息带来温暖和舒适,让唐三的心情好了几分。 用神石一扫,他就感受到了黄金山谷内的所有生命。 红一,来,红明少女们都在,他们虽然偶尔会前往家里成体验生活,但自从上次唐三离开之后,他们就都回到这里了。 唐三告诉他们,如果年后自己还没回来,他们就去找张浩轩,听从张浩轩的安排。 唐三立刻就感受到了红一亢奋的情绪,几乎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一道道身影就从外面冲了进来。 不只是红一,红明少女们都来了。 主上,您总算是回来了,我还以为您不要我们了呢。 红一带着红明少女们来到唐三面前,胃流满面地扑倒在地。 你们这是干什么? 唐三大手一挥,一股柔和的力量立刻将这些姑娘都拖了起来。 她已经成就神级,自身的积累彻底消化,实力和之前不可同日而喻。 她放开谁十一扫,红明少女们的状态就全在她的感知之中了。 姑娘们站起身来,一个个眼睛都红了。 上次唐三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年的期限,那时候他们就明白一定有大事发生,但唐三没有对他们多做解释。 这些日子,他们简直是度日如年,可以说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唐三给的。 对唐三,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和依恋。 看到唐三回来,他们顿时心中大定,一时之间激动的不能自己。 唐三向红一道,你先控制一下情绪,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嗯嗯,您说,红一擦了擦泪水,来到唐三身前。 唐三审声道,人类聚居地那边是不是出事了? 现在情况如何,有多少损失,红一致了致,略微低下头,情绪之中多了思悲伤。 确实是出事了,我们也是听师虎足的战士们回山谷后说的。 主上,您别太难过,唐三一听这话,顿时心头一沉,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红一道,大约一个月前,聚居地那边收到消息,要将大家暂时遣散。 具体原因没有说,然后大部分人就被遣散了,很多都来了加里山脉,被镇长安顿下来。 但是,还是有些人不愿意离开聚居地,大多数是年长者。 他们说,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园,就算有危险,也要有人看家。 他们年纪大了,不愿意再折腾,就留在了那里,未来无论生死,都与驻地共存。 听他说到这里,唐三不禁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白虎大妖皇提前给了消息,说的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否则定会被天狐大妖皇察觉。 白虎大妖皇必然会救的其实只有苏秦,至于其他人类,他没看在眼中。 一共有多少人留守,唐三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红一身吸一口气,哽咽着道,一共,一共有4762人。 唐三瞬间就攥紧了双拳,4762人,4762条生命就那么凭空被抹去了。 天狐大妖皇,好一个天狐大妖皇。 在这一瞬,唐三知觉的心如刀割,因为他忽略了天狐大妖皇对人类的忌惮,从而造成了这样的惨剧。 尽管这比想象中超过十万人的死亡要好得多,可是,那也是4762条生命啊。 按照唐三原本的计划,只要这次他能突破成神,并且帮助美公子数值成功,未来就有了与祖廷抗衡的底气,再加上人类不断向海岛迁途,在海外成立聚居地,人类就能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到了那时候,家里成的聚居地大可不要。 没错,他是答应了法兰星未面,不破坏这个未面的平衡,但不破坏平衡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他要为人类建立属于人类的修炼体系,为人类铺设未来的通天之路。 尽管这个过程很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可这样成长起来的人类,未来才有可能成为这个未面的主宰。 第765章唐三之怒,相比于妖怪族和金怪族的霸道,无论是在哪个未面,在哪个星球,人类相对来说都要包容得多。 虽然不能说完全和平共处,但也绝不会像妖怪族、金怪族那样随意地奴役其他种族。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妒结造成的伤势,让他一下深度冥想就过去了那么长时间,从而造成了家里城外的人类聚居地无人守护,这才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此千多条生命啊,红玉以及红明少女们全都低下了头,有些姑娘们不禁哭出了声。 他们都曾经去过聚居地,聚居地的建立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这其中也包括有他们的出力。 在那里,几乎全都是人类,大家同心协力,盖起了一座座房屋,构建了码头,建立商店。 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就熟学院为孩子和年轻人们建立学堂,让更多的人们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学习文字。 就连年长者都在学堂外面听着,几乎每一位原本是学员的旧熟学院成员,在聚居地都成了老师。 每天,大家都很忙碌,可是,在那里,人们的脸上却不再有麻木,真正洋溢起了笑容。 不论多类,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 聚居地之中,充满了温暖,几乎很少有争斗的情况发生。 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秩序,所有的一切又是如此的美好。 家这个字,对于很多人类来说,都是到了聚居地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体会。 是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 对于那些年长一些的人类来说,这也是他们万万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啊。 就算是死,他们都愿意死在自己家里。 唐三更知道,所谓的老人,所谓的年长者,对于人类来说,不过是40岁以上而已。 自然这个世界上,人类能够活到40岁以上就已经是十分稀有的情况了。 他们只是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家,想要不再被压迫,不再被奴役,凭借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吃饭啊。 他们没有奢求,没有想要变得强大,只是想要能够平安地活下去而已。 可就算是这么简单的要求,堂堂皇者也要将其毁灭。 都是平民啊,天狐大妖皇依旧毫不犹豫地下了手。 毫无疑问,这是最为凶残的警告,警告人类不要因为有了美公子这个家里成之主就心生妄想。 是的,对于妖怪族来说,人类有自己的家园就是妄想。 唐三没有流泪,他的眼神更是平静地可怕。 善后处理得怎么样,宏义低着头,哽咽着道,走了,很多人都走了。 原本安排在山脉之中的很多人都逃走了,也有一些留下来,希望能够被安排出海。 留在聚居地之中的人全都死了,没有什么需要善后的地方。 自从惨剧发生之后,码头也被毁了,岸边的船也都毁了,没有再运人出海了。 就属学院那边呢,唐三再次问道,那边还好,学院临近家里学院,实际上是在家里城范围内的,没有受到影响。 家里城那边也没什么反应,孔雀妖族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命令家里城内的人类不得随意外出,唐三知道,这已经是孔雀妖族能够勉强给人类的一些保护了。 面对黄者,别说孔雀妖族本来对人类就没有好感,就算想要做什么,他们也没那个能力。 那可是天狐大妖黄与白虎大妖黄的到来。 尽管最终的结果已经比想象中要好得多,但是,也依旧有四千多人就这么死了。 唐三此时此刻,内心中没有自责,有的,只是滔天的怒火与仇恨。 非我族类其心必毅,天狐大妖黄想必是这么想的。 对于人类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唐三在找回美公子之后,他其实一直都在告诉自己,要尽可能地减少对这个未面的影响。 毕竟,他作为外来者,又是曾经的神王,深知对于一个未面来说,维护平衡,不要随意影响未面的演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按照他的计划,扶美公子成为家里城之主,以此为聚居地,帮助人类建立庇护所,再加上对海外的移民。 渐渐地从海外开始,为人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度,再为人类开启天赋,让人类拥有属于自己的修炼体系,逐渐拥有自保的能力,逐步发展。 在未来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之一,而他自己在未来会一直守护着人类,直到修为要重新突破到神王的时候,再带着美公子离开这个世界,返回属于他自己的未面去。 对于这个未面,等以后再来,未来有的是办法帮助这个未面成长,也包括他对未面之主的承诺,他有很好的计划。 可是,一切都被破坏了,被天狐大妖皇这残忍的杀戮破坏了。 同胞不能白死,在这一瞬,唐三已经彻底的被激怒了。 杀我族4762人,不久的将来,必让妖精两族十倍百倍的偿还回来。 天狐大妖皇并不知道的是,他的冷血与残忍,未来将要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位神王处心积虑的报复。 你们继续留守,我要去一趟救赎学院那边。 唐三说道,是,主上,脚下荧光闪烁, 从黄金山谷到救赎学院并没有多远的距离,凭空传送就是一瞬间的事。 救赎学院的坐标唐三在熟悉不过,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在家里学院外墙的地方。 为了不被注意到,他选择了这里,站在家里城后山的院墙外,感受着那熟悉的学院,他心头不禁微微平复了几分。 抬头向后山望去,家里学院的后山,就是学院小镇,这里生活着许多人类,过去一直都是为了家里学院服务而存在的。 而救赎学院就在后山之上,更高一点的地方。 也是当初唐三第一次有了安稳的住处,能够让他成长的地方。 他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里来了,此时再次回来,内心却是有些痛苦和复杂情绪的。 但当他此时抬头看向学院小镇的时候,不禁微微一愣。 学院小镇明显要比以前热闹了许多许多,从家里学院这边看去,小镇内人声鼎沸,哪怕是在他这个位置,都能隐约听到小镇那边传来的声音。 而且学院小镇的规模明显扩大了不少,一直向家里山脉内蔓延过去。 人类,在这边的都是人类,看到这一幕,唐三原本悲伤,低落的心情顿时好了几分。 这里还有这么多同胞,至少他们都还活着,没有停顿,唐三外开脚步快速上山,向小镇内走去。 或许是因为他是人类,但给他进入小镇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拦阻或者施问询,就那么让他走入小镇之中。 此时的小镇内可以说是热闹非凡,而且大家似乎都很忙碌。 到处都是饭菜的香气,原来竟是要到晚饭的时间了。 转过小镇,唐三向旧熟学院的方向走去,也随之释放出自己的神识,搜寻着熟悉的气息。 很快,他就感应到了什么,眼中微微一亮,加快了脚步。 第766章丹愿赴死,就在学院小镇边缘,通往旧熟学院的必经之路上,唐三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张浩轩站在那里,手中拿着图纸,正在和另外两个人讲述着什么。 看到他,唐三知觉得自己的心顿时安定了许多,快步走了过去。 这边就要这么建设,你们记住,修建房屋的时候,一定要隐藏在树棺之下,要做到从空中俯瞰看不到,那就是我们要的效果了。 等建成后,我会让我们学院中擅长飞行的学员在空中检查。 还有,就算这样,也要在房顶上用灌木做掩盖,安全第一,明白吗? 张浩轩向身边的人讲述着,唐三此时却已经来到了他身边,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图纸。 图纸上画的是房屋的样子,从结构上看应该是木屋,木屋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却是依托于大树修建。 再结合他刚刚说的话,唐三已经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 老师,唐三轻轻地叫了一声,嗯,怎么了?张浩轩下意识地回答道,但很快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因为就算是救赎学院的学生们,要么叫他镇长,也有叫院长的,但却很少有叫老师的啊。 他下意识地扭头看去,当他看到站在自己身边,双眼微微发红的唐三时,顿时全身巨震,手中的图纸都不由得从指尖滑落。 还是唐三眼疾手快,一把将图纸接住,回,回来了张浩轩颤声说道,唐三轻轻地点了点头,嗯,回来了。 刹那间,这位救赎学院院长,学院小镇镇长,救赎组织的顶级高层,却已是热泪盈眶。 他已经顾不得身边还有其他人了,瞬间张开双臂,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 唐三在来见他之前,心情是忐忑的。 虽然从红义他们那里得知,救赎学院的人应该都没事,可是,他还是担心老师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还有就是伙伴们会不会有损伤,而且,他内心之中,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此外了四千多位同胞,他内心无比自责。 他刚刚也想过老师会如何对自己,却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一个厚重而温暖的拥抱。 老师,唐三的声音多了几分哽咽,来到这个世界后,除了和美公子相遇的时候之外,这还是他第一次出现这种控制不住情绪的状况。 张好轩松开拥抱,接过唐三手中的图纸,递给身边人,道,你们快去执行吧。 小唐,你跟我来,说着,他一拍唐三肩膀,就快速朝着后山救赎学院的方向走去。 唐三跟上张好轩,师徒二人一前一后,向山上走去。 唐三跟在后面,就听着张好轩口中在喃喃地说着,太好了,还活着,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啊,一连三个太好了,更让唐三的情绪激动得有些不能自已。 老师没有责怪自己,他只是因为自己的回归而欣喜。 从小镇后面出来,进入救赎学院很近,师徒二人走进学院之中。 和学院小镇的热闹,喧嚣相比,此时的救赎学院反而是十分的清静,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张好轩带着唐三快速地进入学院,关上大门。 带着他一直来到自己的房间之中,神识涌动,覆盖隔绝,然后他才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看着唐三。 唐三能够感觉到,老师的神识从自己身上扫过,那是在感受着自己的变化。 你,你肚结成功了。 张好轩通过神识的感应,立刻就发现了唐三的不同。 他此时已经完全看不透唐三的羞慰了,但当他的神识扫在唐三身上的时候, 自身却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毫无疑问,这是对方实力要在自己之上的感觉啊。 嗯,成了,唐三点点头。 张好轩长长地出了口气,太好了,这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是的,唐三和美公子同时失去了踪迹。 美公子那边还好一些,传回了消息,说是已经数值成功, 但需要在祖庭接受研修,百日之后才能回归。 但是,却没有任何关于唐三的消息, 有的只是那场祖庭之中发生的巨大变动, 那惊动了十几位皇者的恐怖天劫是根本瞒不住人的。 家里城的灵犀伤队在第一时间就将消息传了回来。 美公子数值成功,唐三失踪, 这是家里城这边接收到的消息。 我们,我们还以为你为了帮助美公子数值,自己牺牲了呢?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渡劫成功了。 张浩轩激动地说道,对于他来说, 美公子虽然成为家里城城主极为重要, 可在他心目中,唐三却才是更加重要的存在啊。 在唐三身上,他真的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看到了救世主降临一般的存在。 无论是唐三自身的修为,还是之后的海外移民, 都让人类真的有了希望出现。 我成功了,老师,咱们这边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都是我考虑不周没能及时赶回来, 所以才唐三充满自责地说道。 张浩轩却缓缓摇了摇头, 眼神之中虽然也充满了伤感之色, 但是,更多的却是坚定。 那是我们故意的, 张浩轩说出了一句令唐三心头都有些识破天津一般感受的话。 故意的,唐三的声音都拔高了几分,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张浩轩。 四千七百多条人命, 故意的,张浩轩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是的,是我们故意的。 你知道的, 咱们的聚居地, 有临时的组织。 任何事情由大家公觉, 我们就属组织只起到引导作用, 当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 就知道祖庭要针对我们动手了。 在第一时间, 我们加快了对海外的移民速度。 但是,大家在讨论之后, 却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次如果我们都跑了, 会有什么后果? 那些皇者们到来, 看着空空如也的聚居地会做什么? 唐三攥紧了双拳, 他已经明白了张浩轩的意思。 那四千七百多人, 竟然是甘心赴死的。 是啊, 如果天狐大妖皇到来之后, 找不到任何人类的踪迹, 看着空空如也的聚居地, 那么, 他一定会在家里城附近 继续寻找人类的存在。 那么, 他能找到多少人呢? 迟时所到之处, 根本无所遁形。 人类在他面前实在是太过弱小了。 到时候, 在这位皇者手中会死多少人? 谁也不知道, 所以, 在商量之后, 去居地这边竟是决定牺牲一部分人, 而保住绝大多数人。 您知道会被毁灭, 却依旧有四千多人留了下来。 张浩轩的泪水顺着面颊流淌而下, 选择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 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给其他人创造了生的机会。 唐三站在那里, 久久不语, 天狐大妖黄没有斩尽杀绝, 是为了警告他们, 不要聚集人类, 不要妄图想要帮助人类崛起。 所以破坏了整个聚居地, 几千条生命, 让他暂时满足了, 但他并不知道的是, 这是人类自己选择的赴死, 明知道会有轻压却一无反顾。 那四千七百多条生命的牺牲, 留给活着的人类是更加团结的信念, 是更加刻骨铭心的仇恨。 第七百六十七章不要自责, 天狐大妖黄要做的, 是让人心溃散, 人心真的溃散了吗? 或许, 一部分是溃散了的, 但是, 凡是能够留下来的, 这些还活着的人们, 内心之中却种下了顽强的种子。 多少年来, 我们人类一直在为了生存而挣扎, 为奴为仆, 我们的生存空间是如此的狭窄。 虽然我很早就加入了救赎组织, 自身也有着妖神变, 但我其实内心之中一直都不看好我们人类能有被救赎的机会。 和妖怪族、金怪族相比, 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 张浩轩缓缓说道, 直到遇到你, 直到感受到你身上的变化。 看着你带着你的伙伴们不断地变强, 看着你一步步向前迈进。 我才真的看到了希望, 你知道吗, 那四千多位逆行者选择牺牲自我的时候, 我的心都没有动摇过。 但是, 当我知道你可能为了帮美公子树只可能死了的时候, 我的心态真的碰碎了。 这些天以来, 我都是咬牙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因为如果我再倒下, 那么, 之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全都白费了。 唐三, 不要自责, 自责没有任何作用, 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为了人类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很大, 很大了。 未来, 人类需要的不是你的自责, 而是你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你能为了人类而付出更多的努力, 真正的带给人类生存空间。 所以, 你更要坚强起来, 现在你已经成为了神级强者, 我们期待着, 未来的你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第一位皇者。 无论是你还是美公子, 只要你们能够成为皇者, 那么, 我们人类才算是真的有生存下去的根基了。 听了张浩轩这番话, 唐三内心之中不及百感交集,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老师, 您放心吧。 我已经有了计划, 为了人类的崛起, 我一定会让大家真正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 或许, 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让我们人类真的变得强大。 但是, 也唯有每一位人类都变强, 才能让整个种族屹立于这个世界, 此难的同胞也不会白死, 不久的将来, 我定要让祖庭血债血偿。 张浩轩道, 你千万不要冲动, 报仇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活着,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三道, 我会深思熟虑的, 当我真要对祖庭动手的时候, 那就绝不会让他们再有还手的可能。 不是现在, 至少要等到我真的足够强大的时候再说。 张浩轩道, 你能这么想就好, 你说让我们人类有真正能够依靠的自己的力量, 指的是什么? 唐三道, 老师, 您先坐下休息一下吧, 听我慢慢说。 嗯, 张浩轩走到椅子处坐了下来, 最近这段时间, 他的心弦一直都紧绷着。 尤其是在得知了唐三的死讯之后, 他还要强行压制着自己崩溃的心情, 依旧还要在这边主持大局。 家里城那边对他们已经算是宽厚了, 毕竟, 美公子数值成功。 孔雀妖族对人类的活动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天狐大妖皇的警告对于家里城内的妖怪族来说也有着很大的震慑, 哪怕是孔雀妖族也不敢再帮人类做什么。 唐三来到张浩轩身边坐下, 将自己唇厚的玄天宫注入到他体内, 帮张浩轩梳理着体内的气血。 张浩轩只觉得唐三的血脉之力犹如长江大河一般涌入自己体内, 那无穷无尽却又十分柔和的血脉之力, 顿时让他全身都暖洋洋的, 说不出的舒服, 一时尖疲惫进去。 你别消耗得太大了, 我没事了, 看到你回来了, 我就什么都好了。 张浩轩微笑着说道, 唐三一边继续为他调理, 一边说道, 老师, 我现在已经突破了神级。 最艰难的一关已经算是度过了, 以前很多无法做到的事情, 现在都可以开始做了。 今后, 我也会守护着我们人类, 再也不会出现之前的情况了。 嗯, 说说你刚才的那个, 究竟要怎么做? 你打算传授你的玄天弓吗? 张浩轩向唐三问道, 唐三摇摇头, 道, 不, 我测试过, 玄天弓其实并不适合大家修炼, 对于大家来说, 玄天弓更多的只能起到调理作用, 却无法拥有血脉之力, 也无法变得更强, 最多就是养生的效果。 唐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未面之主的影响。 除了带有神时到来的他能够借助玄天弓来吸收血脉之力外, 玄天弓在其他人身体里运转, 并不能产生吞噬吸收血脉烙印的情况, 只能是调理和养生的效果。 这一点, 他曾经在一些没有妖神变的人族身上进行过尝试, 才得到的确认。 否则的话, 他不会吝啬将唐门绝学传授给这个未面的人类的。 对此, 唐三也进行过分析, 这应该和未面的干扰有关, 如果人类都能够像他这样随意地吸收妖怪族或者金怪族的血脉之力为自己所用, 并且还能够通过吞噬, 吸收来增强自身。 那么, 只要玄天宫流传出去, 用不了多少年, 这个世界就成为人类的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人类发展起来之前, 就被妖怪族和金怪族灭杀干净了。 那怎么办? 张浩轩问道, 唐三道, 虽然没办法直接修炼玄天宫, 但我发现, 在法兰星上, 各种天地灵气是极其充沛的。 这些都是能够利用的, 妖神变是一种修炼方式,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毕竟, 我们现在的人类强者几乎都是通过修炼妖神变而来。 除了妖神变之外, 我还有两个想法, 有可能能让我们人类修炼。 这都是不需要血脉天赋的。 接下来, 我想在咱们这边挑选一些人, 也包括海外的移民那边进行挑选。 选择一些适合修炼我这两种方法的人, 从而传授他们, 进行试验。 如果试验成功了, 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张浩轩道, 试拿两种能力。 唐三道, 一种是元素掌控。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有很多元素构成的整个位面。 其中就包括水、火、土、风、光明、 黑暗、空间、时间等等。 还有一些如同雷、冰这样的变异元素, 这些元素想要进行掌控, 对于妖怪族和金怪族来说依靠的是血脉之力的牵引。 但实际上, 真正掌控元素, 还是要依靠精神力的。 虽然玄天宫很难修炼, 但我的子吉魔童却是可以让普通人也修炼的, 这就意味着, 精神力可以修炼。 我想通过提升一些天赋好的人对元素的感知, 看看能否让他们掌控元素。 另一种方法我还要进行尝试, 现在还不确定能否成功。 但这也是我接下来要研究的方向, 我认为是有一定可能的,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双管齐下, 再加上妖神变, 咱们人族就能有三种修炼方式。 听了唐三的讲述, 张浩轩的眼眸不经亮了起来, 连连点头, 道, 这就太好了。 我全力支持你, 不过, 有了前车之剑, 这件事一定不能让妖精两族察觉, 所以, 你如果要试验的话, 就去岛屿那边。 在海外进行试验, 无论成功与否, 都不会泄露。 第768章回归月牙岛, 嗯, 唐三点了点头, 这次的事发生之后, 他一定会更加的小心。 接下来他最主要的要做的两件事, 就分别是给人族寻找自己的修炼之路, 另外一个, 就是如何报复妖怪族和金怪族。 妖精两族还有15位皇者, 这个整体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更不用说大妖王和妖王的强者不知反己。 在这种压迫下, 人类就算能够拥有自己的修炼天赋, 但以人体本身的弱小, 想要在未来和妖怪族、金怪族抗衡, 那还是极其困难的。 而且还有清洗的风险, 所以, 一方面要增强人类, 另一方面, 就是要想办法, 如何削弱妖精两族了。 张浩轩道, 家里城这边, 我会帮你看着。 目前也不适合再继续吸引更多的人族钱来了。 海外那边, 目前我们的移民总数已经有接近40万了。 这个数量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判, 虽然这次被毁了不少船只, 但实际上, 更多的大船都在越雅岛那边, 并没有被毁掉。 是我们提前开过去的, 海族还需要你去稳定, 虽然我们封锁了你失踪的消息, 但你长久不出现, 海族那边也怕会有所不稳。 咱们的人在海外, 还需要海族的大力支持。 唐三点点头, 道, 是的, 我已准备在海外修炼一段时间。 不过, 那要等到美公子数值归来才行, 咱们这边既然情况稳定, 那我就准备再返回祖庭, 守护他, 一直到他回归。 在这之前, 我也会进行一些准备, 同时也通过修炼提升自身。 好, 他的安危也非常重要, 只是这次回来之后, 你们也不要在明面上太多的帮助人族了。 张浩轩说道, 唐三点了点头, 祖庭对于人类的忌惮是超出了他之前预判的。 虽然他现在已经因为突破到神级, 但距离保护整个人族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朱回按在张浩轩身上的手, 有了他的条理, 张浩轩此时精神好了许多, 毕竟是神级的底子, 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 张浩轩道, 你先去海外一趟再回去。 我跟你一起去海外吧, 先留在那边帮你挑选一些没有妖神辩, 但天赋不错的孩子。 最近这段时间, 你的伙伴们都在那边当老师呢。 教导一些基础知识, 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推荐。 好的, 唐三答应一声, 海外是必须要先走一趟的, 主要是为了稳住无尽蓝海之中的海族。 唐三这次离开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不让海族们知道他的存在, 就怕那些强族会有想法。 本来他们就是因为唐三的海神之力而勉强配合的, 并不算是臣服。 咱们怎么过去, 你能带着我传送吗? 张浩轩问道, 唐三道, 没问题, 咱们直接传送过去就行。 您要不要交代一下, 张浩轩道, 那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安排一下, 然后就跟你出发。 这边的事务一直是他掌管, 这次要离开一段时间, 有不少事情都要做一些事先安排。 张浩轩出去了, 唐三留在他的房间之中。 经过了和老师的交谈, 唐三现在的心情已经稳定下来。 突破成神这最艰难的一步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 那就是如何与祖庭掰手腕了。 实力还是关键, 现在没有了之前天节的限制, 也到了他权力提升自身的时候了。 唯有真正的实力能与那些皇者们抗衡, 才能真的有话语权。 张浩轩足足去了一个小时才回来, 他把这边的事务都交给关龙江主持, 并且把唐三回来的好消息告诉了他。 这对救赎学院来说, 绝对是一记强心针啊。 就在这传颂吗? 张浩轩看着唐三释放出时空之塔, 感受着空间波动的出现。 唐三微笑道, 在这里就可以了。 一边说着, 时空之塔荧光涌动, 瞬间将它们笼罩在内。 张浩轩只觉得自己身边的一切都变得迟缓起来, 紧接着, 视野之中就变得光怪陆离, 在那迟缓之外, 无数彩色光影掠过。 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闻到了大海的咸心味道。 到了, 看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感受着脚下松软的沙滩。 张浩轩不禁有些呆滞, 这传颂的也太容易了吧。 虽然他知道唐三突破神级之后一定会实力大增, 但他这长距离传送运用的简直就像是喝水吃饭那样简单, 还是极为震撼的。 唐三微微一笑, 目光向无尽蓝海的方向看去, 与此同时, 神石绽放, 向外释放扩张。 首先覆盖的是月牙岛, 和他上次来的时候相比, 现在的月牙岛更是欣欣向荣了。 这里是人类移民的第一个岛屿, 也是建设时间最长的, 建在岛屿平坦的地方, 已经有很多木屋和实质建筑。 不只是居住那么简单, 已经构成了三个小镇组成的聚居地。 月牙岛的内港更是停泊着大量的船只, 这应该就是张浩轩之前说的, 提前开出来的那些运输船了。 月牙岛上足有20万人以上, 和最初建设时候的盲目相比, 现在就显得闲失了许多。 唐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熟悉的气息, 武兵纪正在一片空地上给上百个孩子讲课, 在他身边的黑板上, 写着一个个大字, 这应该是在进行基础教育。 程子诚和他在一起, 是在辅助教学呢? 独白河故里的气息没有感应到, 并不在月牙岛上, 可能是去了其他的岛屿。 张浩轩感受到了他在释放神识查看, 微笑道, 这边的移民还是非常成功的。 咱们人类什么苦日子没过过, 吃饮能力很强, 又有海族的支持, 现在已经有农作物收割了, 再加上海洋中出产的海鲜, 自喜自足没问题。 海族还会跟我们换一些农作物呢? 只不过因为上次的事, 暂时不能再运送物资了。 嗯, 等我带着小美从祖庭回来, 物资还是要运送的。 以后再运送, 就秘密一些, 在距离家里程较远的地方, 建设一座秘密港口。 张浩轩轻叹一声, 道, 慢慢来吧。 无数岁月都熬过去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希望, 我们还是徐徐徒之为好。 唐三理解老师的心情, 也没有再多说。 老师, 我跟海族打个招呼, 唐三一边说着, 人已经悬浮而起, 朝着大海的方向飞去。 他的神石也从月牙岛转向了无尽蓝海。 唐三没有掩盖自己的神石, 肆无忌惮地将神石朝着大海的方向蔓延, 额头上, 金色的三叉戟符纹亮起。 卷脉光纶也随之在背后浮现而出, 站在岸边的张浩轩, 此时已经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当唐三升空的那一瞬, 气息绽放, 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从自己身边飞起了一颗太阳。 那吃烈的血脉波动, 令整个天空似乎都开始变得扭曲起来。 那份强大的气息连他这个神级强者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力。 他也是才刚刚突破神级啊。 可是, 这是神级吗? 类似的强烈压抑感, 在不久之前他曾经体会过一次, 就是天狐大妖黄和白虎大妖黄到来的时候。 在天狐大妖黄强行以神石碾压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感觉。 而此时此刻, 他竟然在刚刚突破成神的唐三感受到了类似的力量。 第769章海神唐三, 这怎么可能, 他这是要有多么强大, 才能够给自己这样的压抑感。 唐三的思感不断地蔓延, 不只是朝着远方, 也是朝着大海深处。 大海之中, 无数的生灵在他的神石意念笼罩之下, 全都朝着海面的方向注视。 整个大海, 在这一瞬更是变得风平浪静。 唐三能够感受到, 无数的信仰之力开始在自己的神石笼罩之下从海面之下升腾而起, 朝着自己涌来。 这种感觉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只不过, 那时候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瓶颈, 不敢再随意吸收。 但现在的他却不一样了, 突破了神级, 跨入了登天之路。 海神的气息绽放, 肆无忌惮地吸收着这些信仰之力注入自身。 在他背后光轮正中的混沌蓝银黄顿石绽放出强烈的气息, 阴阳二气轮转, 通过唐三的神石, 回馈向无尽蓝海。 顿石, 大海变得越发地澄澈了, 唐三神石笼罩范围内的所有海洋生物无不快速地生长。 更为奇异的是, 他们仿佛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清晰了, 这分明是灵智的开发。 这是海神带给他们的点睛之笔啊。 吸收着庞大的信仰之力, 唐三自身开始发出灿烂的金光。 此时已是夕阳西下, 在那夕阳昏黄光芒的映衬下, 大海之上, 却升起了一轮新的阳光。 低沉的嗡鸣声宛如泛唱一般在唐三身边回荡, 唐三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气息正在不断地跋升着, 尤其是神石。 在信仰之力的滋润下, 他的神石之海在迅速变得充盈着。 神石也在朝着更广阔的范围扩张开来, 笼罩更大的区域。 无尽蓝海无边无际, 此时此刻, 正在他的感召之下, 吸引着更多的海洋生物。 获得他的反馈, 也给予他信仰, 没有什么地方比大海更适合海神修炼的了。 这里, 才是唐三真正的主场。 他现在甚至有种感觉, 哪怕是来一位皇者, 在大海之上, 他也能抗衡一二。 海面上, 一道道庞大的身影先后冒出, 大多数都是海象族。 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 在感受到那强烈的海神气息时, 他们第一时间都赶了过来。 浮出水面的他们, 身上都被笼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一个哥抬头看向空中的唐三, 眼中充满了崇敬。 海象长老也来了, 在感受到唐三气息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冲过来的。 神奇, 他神奇了, 这是海象长老的第一个念头, 但同样也是实际的他, 此时内心却是无比震撼的。 都是神奇, 为什么此时的他却如此强大, 那赤裂的血脉气息, 那让所有海族都感受到温暖与守护的神石。 海神, 这是真正的海神啊, 在他心中, 再没有任何疑虑, 只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与信仰。 唐三也感受到海象长老的到来, 低头看了他一眼, 下一刻, 他的声音远远传开, 我, 唐三, 从今时今日开始, 将在有生之年守护海域, 无尽蓝海的每一个角落, 都在我的守护范围之内。 愿大海无疆, 愿蓝海无异, 一边说着, 他缓缓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灿烂的金色光芒从他额头上射出, 金色的海神三叉戟从他右手掌中浮现, 当那巨大的三叉戟被他刀举过头的一瞬间。 唐三身上的金色光芒爆发了, 璀璨的金光, 宛如接天连地的天柱一般悍然而落, 落入无尽蓝海之内。 刹那间, 周围的这片海域瞬间就全都变成了金色, 就连海域内的所有海洋生物也在这一瞬化为金色。 无比澎湃而庞大的信仰之力也就在这一刻向唐三奔腾用来, 而唐三的神石也在这些信仰之力的加持下, 飞快地向无尽蓝海的远方蔓延而去。 在法兰星上, 超过十阶的强者就被称之为神级, 唐三现在就处于这个级别, 但他这这个未免的时间是有所不同的。 其中, 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 他是神之, 是的, 哪怕是重生在这个世界, 因为他是带着神石而来, 神石之中, 他的神之烙印一直都在。 所以, 当他突破成神之后, 虽然还不是曾经自己神王级别的修为, 但他却依旧有着自己的神之之位。 所以, 现在的他, 就已经是海神了。 这也是为什么法兰星未免一直排斥他的原因。 在这个未免上, 你外来的神之, 凌驾于这个未免所有生灵之上, 相当于是从另一个神界降临到这个未免。 哪能被未免所容? 没有突破到世界之前, 唐三还不能与自己的神之之位真正融合, 只能是借用一点神石的力量。 但是, 在突破的过程中, 受到天洁的洗礼, 精神力蜕变成为神石, 也是他的神之重新归位的过程。 所以, 此时此刻, 当他来到这无尽蓝海之上, 当他将自己已经与神之融合的神石绽放开来, 那么, 释放的就是真正的海神气息, 神之是神的权柄, 海神的根本权柄, 自然就是掌控大海啊。 所以, 此时, 他以海神的身份发出的第一道领域, 或者说是给无尽蓝海的第一道祝福, 那就是海神真正的命令。 那是他带给无尽蓝海的, 从这一刻开始。 所有的海温, 都将在他的神之守护之下彻底消失。 无尽蓝海, 再无海温, 只要他这个海神还在一天, 这条法令就会始终存在。 守护着无尽蓝海, 而也就是在这条法令之下, 无尽蓝海之中的所有海族, 都会逐渐感应到他这个海神的存在, 去除海温, 必将让海族对他的信仰更加虔诚。 这份信仰之力是始终存在, 更是近乎无穷无尽的。 但是这部分的力量, 就对唐三修为的恢复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唐三要走一趟海外的原因, 他要彻底确立自己海神的地位, 将无尽蓝海化为自己的大本营, 这将是未来他与祖庭抗衡真正的根本。 哪怕是他成为皇者, 受到卫面的影响, 在这个世界, 他未来最多能够成就的就是十二阶巅峰这个层次。 他对卫面之主承诺过, 恢复神王的那一天, 也将是他离开这个卫面的时候。 而妖怪族和金怪族的皇者们也都是十二阶, 到时候就算不如他, 十几位皇者加在一起, 实力也要远比他强大。 所以, 唐三要利用自己能够利用的优势, 先为自己确立属于自己的领域。 越来越多的海族从海面之下钻出, 他们都感受到了海神唐三对于无尽蓝海的庇佑, 感受到了无尽蓝海之中渐渐褪去的厄运, 每一位海族都发自内心地产生着兴奋与喜悦。 在这份喜悦之中, 他们的信仰也就随之逐渐地诞生了。 感受着信仰之力的奔勇, 感受着自己与无尽蓝海的融合。 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这里, 就是自己的领域了, 那份诗家在无尽蓝海之中的气韵, 正是从祖廷带来的。 九眉幸运莲子溃散, 虽然大部分气韵都已经归还给了卫面, 但也有一部分通过九天时地大破灭烟神结轰击在了他身上, 被他所吸收。 再加上天堂花本身的气韵, 这让唐三现在的灵犀天眼已经进化出了七尾天壶。 同时, 还积蓄了大量的气韵, 第770章在回祖廷, 溃散于微面之中的气韵, 本来就有一部分流入了大海, 再加上他此时施加的气韵。 无尽蓝海未来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越是强大的海族, 此时的感应就越是明显, 仿佛有一层无形的枷锁正在从身上退去。 一切似乎都变得好了起来, 唐三悬浮在半空之中整整一个小时, 才重新回到月牙岛之上。 尽管他已经收敛了自己的修为和气息, 但身体周围还是环绕着一层金色的光韵, 那是大量的信仰之力所形成的。 看着自己的弟子, 张浩轩不禁吞咽了一口唾液, 他很怀疑, 自己是个假神吉巴。 真正的神, 就应该像是唐三这样才对啊。 唐三微笑道, 老师, 现在可以放心了, 不久之后, 整个无尽蓝海都将传送我的名号。 无论是在任何一个角落之中的海洋生物, 都将知道无尽蓝海有了自己的信仰。 他们在我的守护之下, 人类也是一样, 他们定会全力以赴帮助我人族的。 张浩轩深吸口气, 道, 这就太好了。 你这海神, 是怎么回事啊? 唐三微笑道, 我本来就是海神啊, 您就当我在机缘巧合之下, 继承了海神的传承吧。 张浩轩苦笑道, 你这机缘也未免太多了一些。 唐三道, 这边已经稳定, 就要麻烦您挑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 等我回来, 我们就开始尝试传承, 修炼, 我还要尽快返回祖庭, 不在他身边, 我总是还有些不放心的。 张浩轩道, 你去吧, 你们早去早回, 说实话, 你这一回来, 我也算是有主心骨了。 唐三微笑道, 老师, 你才是我们的主心骨啊。 张浩轩苦笑道, 得了吧, 我这个老师根本就没叫过你什么, 你是生而知之者。 唐三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无论什么时候, 您都是我的老师。 告别了张浩轩, 唐三没有停留, 也没有休息, 直接传送回了黄金山谷, 再通过黄金山谷的远程传送阵回归祖庭。 不过, 在回归祖庭之前, 他还是修炼了一段时间才走。 没办法, 身上的信仰之力太浓郁了, 这玩意不消化一下, 到了祖庭太容易被发现了。 祖庭的每一位皇者, 其实都是有吸收信仰之力的, 大多数来自于本族。 虽然有些皇者的族群数量少, 但他们的族人实力足够强大, 个体的信仰之力也更强。 所以整体并不差, 讲要达到十二阶修为, 信仰之力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更是神识蜕变的关键, 对于这一点, 唐三再清楚不过了,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 唐三将短时间内凝聚的信仰之力全部吸收, 这才再次启程。 唯无尽蓝海解决海温, 带给他的信仰之力是非常庞大的。 虽然法令的传播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覆盖无尽蓝海, 但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信仰之力将源源不绝。 但是这第一波瞬间爆发的信仰之力, 就让唐三的神识提升了一截。 现在他的修为和神识都已经达到了接近十阶巅峰的程度。 就是这么快, 九天十地大破灭烟神节那么恐怖, 度过之后, 带给唐三的好处无疑也是巨大的。 不过, 唐三也不急着突破, 以他的经验, 无论是什么时候, 突破之前都要后机勃发。 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潜能不被浪费, 突破下一阶段的时候才能直接就达到巅峰水准。 按照他的判断, 等他突破到十一阶的时候, 较弱的皇者他就能碰一碰了。 回到白虎大酒店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竿, 明媚的阳光从窗外洒落, 令房间中的温度渐渐升高。 对于白虎大腰皇, 唐三心中还是有些感念的, 这位虽然看上去杀气凛然, 而且也对人类没什么好感。 但正所谓爱屋及乌, 为了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 他还是提前通知了家里城那边, 让人类提前有了准备。 最终的牺牲, 是人类自己决定的, 但这份情, 唐三记下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他愿意带着白虎大腰皇 在未来一起离开这个未面的原因。 没有急于去寻找美公子,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从渡截到现在, 他几乎一直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 冥想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对外界的感知, 也在拼命地化解那湮灭之力。 直到此时, 他才算是真正能够放松下来,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到一段落。 伟公子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家里城之主, 并且还突破到了大腰王的层次。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 没有了未面的压制, 他只需要在无尽蓝海那边不断地接受信仰之力, 就能快速提升。 最多十年之内, 他相信自己就能达到十二阶巅峰的层次, 带美公子离开这个未面, 返回到神界一家团圆。 但是, 这次的事情, 只是为了离开吗? 如果单纯地为了离开, 返回神界, 那么, 他现在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带着美公子到海外去定居, 然后闭关修炼十年, 等到实力达到之后, 就带着美公子一起离去。 可是, 这个未面怎么办? 在不断地感受到这个未面本身底蕴的强大之后, 唐三对于这个未面就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在离开之前, 他必须要让人类真正有生存下去的基础, 并且是变得强大的基础。 未来想要带领这个未面成为神界, 而且还要是强大的神界, 终究还是要依靠人类的力量。 而且, 自己还答应了未面之主, 将会让自己的后代来到法兰星, 当法兰星成就神界。 自己后代来的时候, 是不会再有神之之位的。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那么, 自己就更应该为他铺好道路了。 这些, 都是现在唐三需要思考的问题, 他之所以急于返回祖庭, 一个是为了保护美公子, 另一个也是为了让他安心。 现在唐三对于天狐大妖皇的认知明显更加重视了。 正为命运主宰不能以常理去判断, 谁能想到他连天狐族这次承受巨大损失的事情都还没解决, 竟然就去毁掉了人类聚居地呢? 正是因为不合理, 所以唐三之前才没有判断到。 所以, 他会不会再对美公子下手那也不好说啊。 唐三回来, 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虽然现在还无法战胜皇者, 但带着美公子逃离还是能够做到的。 白色光影闪烁, 阳台上, 一道白光闪入, 感受到他的气息出现在白虎大酒店, 白虎大妖皇第一时间就过来了。 再次见到唐三, 白虎大妖皇的眼神明显复杂了许多。 上次唐三的话, 尤其是水晶大妖皇的话, 对这位皇者的触动很大。 在唐三离开之后, 他几乎一直都是在思考着这件事。 这么快就回来了, 白虎大妖皇审声道, 唐三道, 是啊, 不放心小美, 就回来了, 天狐大妖皇什么事做不出来, 只有亲自守在小美身边我才能放心, 所以, 又要麻烦免下了。 白虎大妖皇醋没到, 你不放心我。